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一周金融圈的跌弹和起伏 特别是这一周的非农数据来回的反转 简直就是一场太极拳 晚着陆过热自战衰退 每一种状态都能轮到 周一刚刚很衰退 周三就说要晚着陆 周五呢又变成智战 这一周的剧情真是跌弹又起伏 保持比特币大盘在72,000高点左右 差增到了68,400左右 那么各大的山寨更是开始血洗 同学们你们觉得狗狗币跌得很狠对不对 那些项目方的山寨比空气比图狗币最高跌幅高达40% 那么目前比特币是稳住了 但是山寨币大部分都在硬跌 所以昨天的视频我已经建议同学们 暂时不要入场了 拿长线就不要动了 躺住就好了 因为什么呢 各个做市场商人 都会利用非农数据大作文章 特别是投行 这是他们的一贯的操作的方式和手法 那么币圈的小朋友们应该对美股不是很了解 但我们今天稍微来聊一下美股 美股方面 英伟大大涨带动了标普和纳指 触及了新高 到此涨了0.29 那纳指涨了2.38 纳指100 纳斯塔克指数100 涨幅2.5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之前叫大家埋伏的台积电大涨8.8% 市值突破了8500亿美元 不知道同学们记不记得那期视频说英伟达的 我说一个很值得同学们埋伏了 那么差不多涨了10%就是这两天的盘面 可以获利回吐了啊同学们 我的视频里都蕴产着财富的密码 见货黄金和白银周五也是受挫重挫 黄金大跌了3.5% 白银暴跌多少同学们猜猜看 将近7% 黄金跌了3.5% 已经很可怕了 白银跌了7% 真是非常吓人的啊 还有其他的有色金属也都下挫了 彭、铝、涅本周都是受重挫 为什么呢 这有一个指数叫做周一欧派克增产和IMS的数据引发的衰退的担忧 导致石油还有这些能源啊天然气啊本周都是超低了 那么他们的跌幅很低一般不会超过10% 所以往往是期货市场我之前讲过了期权合约杠杆都是在贵金属白银黄金这方面都有合约的独大小的 那么低了7%的白银是不是非常的恐怖 很多人如果你加了10倍的杠杆 5倍的杠杆是不是很吓人 所以非农指数这一个礼拜是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在金融市场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这些投行玩得这么溜呢 它毕竟存在了几百年嘛 我们今天稍微谈一谈华尔街的运行 金融业是从18世纪美国成立就开始萌芽了 那么多次的危机和退变之后就逐渐保金事实成熟有序了现在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我那期讲摩根达通的视频 那期视频讲的是摩根达通 但是提示介绍的是美国的金融业这几百年参三的历史 金融现在划分的是非常的密非常的细 且不说我们加密权 当然我也很了解 旧金融市局很重要 因为比特币已经完全的金融秩序化了 这个就好比一个图隆的少年 现在如今变成恶龙 他不愿意的 没办法 华尔街打不败他 那么就只能收纳他 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对狗狗币有信仰的话 如果你仅仅把它当成投资标的的话 你可能可以拿几年 但是你如果把狗狗币当成一个 永远不会变成恶龙的屠龙少年的话 那么你可以持有一辈子 所以在旧的金融划分的如此精细精密 细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我愿意为新金融投自己的一票 那么我们先先说说旧的金融秩序 其实在每个产品业务玩法 都是有几百亿美金的资金在绝逐的 那么这期视频可能也肯定不是可能了 肯定不能把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讲到 我只能以偏概全 以我的视野浅浅地聊一聊 投行 商业银行的运作和买卖交易内部的框架 同学们 投行就是投资银行的意思 当然投资银行也包括商业银行 那么我们日常接触的最多的是 个人银行 储蓄卡 信用卡 贷款 以财服务 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商业银行 不过个人持有的钱只是零头 大体量的资金是来自机构和公司 也需要打理和周转的 特别是你开过公司的人就特别明白 于是投行 就是投资银行的一条轮服务 就是针对机构玩家 你需要资金 我就帮你包装上市 你需要交易 那我就帮你处理订单 你需要理财 那我们就帮你出谋划策 我赚你大体量的一个小零头 也足够我吃饱了 所以卖方就是出售服务 所有的费用和风险 打包进服务费 那么目的就是帮客户 更高效的完成金融需求 然后最小化风险 用自身的优势资源 弹出业绩来 那么为什么要专注服务呢 因为银行的监管非常的细 细如针 蜜如头发 当然不是那种中年秃顶的头发了 为了保证这块金融基石问题的使用 会想尽办法把有不可供分行的业务通通扫除 于是银行就成了资产的什么呢 连接线 为什么要银行做中间商分一杯跟自己打理不就好了吗 说到底 因为金融演变了这么多年 几百年下来 已经极图的碎片 碎片化 每家公司就专丁一块业务 每个人把自己的长项做到极致 确保合规合稳定 然后一起分一杯汤 我曾经也说过我们以前投行 我们公司也不能算投行吧 我们以前的金融公司就分得很细了 做比特币的 做外汇的 每个交易员上场的交易都不同 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十项全能的是很少的 也不是它不行 就是它某一项特别上场 那么公司就要完全利用好它这个长项 只要这个长项就够了 比如说官司负责管理ETF的证券就是个生意 现在基本由四家公司垄断 这不是谈着赚钱吗 确实的 难度很低 但是也不容易 因为监管的条条框框限制极其的多 新的公司已经不可能入局了 龙头也要用这监管随时审查和实话 被谁呢 证券管理委员会嘛 SEC啦 所以SEC一直想把以太坊归类为证券 想纳入它的管辖范围呗 再比如买卖交易 包括比特币股票金融各种东西对不对 那么买卖股票去交易所不就好了吗 但是如果你要一口气买卖一亿资金的股票 恐怕是习惯交易所当下的订单也都不够 成交价肯定是很差的 所以银行交易呢 它有个部门 部门里面的主管级的经理级别的人 可以给你列个操作方案 老练的规划时间和价目价格标的 然后以最优价和最合需求的方式搞定 这样你是不是就很舒服呢 你这位大老板 是不是就合理的拥有你的资金了呢 而同时 帮你兼顾理财交易和投行的业务 又有合规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投行的人 把没有公开的上市信息 透露给理财做决策 然后理财又用交易 说哈狂赚手续费 那么这就不就反过来了吗 出问题了吗 所以部门与部门间都有一道 或者说无数道 具体很多道 多少道我也说不太清楚 因为每个公司每个部门还真不太一样 他们的信息抢涉有很多道的 不能互相的沟通业务 要随时避嫌 那更不要说你去跟别的公司的 例如你的同学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同学很多人 会分散到各个公司 那更不能交流了 这违反商业机密 找你谈话是肯定的 杠德有可能 所以这又资深了银行间的合作 不许用自家的产品 那就多和外界互动 那银行之间百价争宁嘛 看似普通的银行里面布满了 脉搏和毛细血管 那每寸放大看 都是闷到 满满的闷到 很多同学说 交易不就是买和卖吗 同学嘛 学会看一下我那期讲交易的视频 讲了四五十分钟 也只讲了一个皮毛 在大学里 在大学也就经济学 金融学科 也就一节课的课时时间 没那么简单 交易绝对不仅仅是买和卖 肯定是有很多事 哪来那么多事呢 不管是证券交易的一角就有琳琅满目的产品和选择 全讲明的话 我感觉我可以把这频道每天跟一期视频讲一年 可能还讲不完 交易啊 特别是股票交易最基础了吧 可以把客户分门别类 有人想呢 全流程托管 有人想给几个指标指定操作 我只炒个短线就行 有人想用银行的算法 例如每个人 我都说过 每家投行都有不同的算法 自主下单 那么有人想直接连接交易系统 甚至有几分钟几秒钟 跨天 当天完成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和要求 肯定还不止这些 还有人想一通电话打一个就几千万 有人想小单高频 有人想买美股 有人想比特币 有人想买图购 有人想买狗狗币 有人想买以太坊 有人想买以太坊的ETF 是不是都不一样 那么有人甚至还要买美股 在国内的同学买不到怎么办 有机会也交一交 那么有人还想什么 多个国家的投资标准去做成一个混合的篮子 这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了 首先每个国家的市场规则不同 不同对不对 时差不同 规律都不同 语言也不同 当然现在哪怕同学们有翻译软件 可是实际上也很难做到精准 当然给股票市场提供流动性的 我刚才讲的这些还只是袍装领域 有很大的业务 投行的业务 投行的业务 不是我们的业务 我们是客户 投行的业务 一大块是正确产品 昨天的那期视频 我讲过什么是合约和期货 对不对 所以银行的业务 都是银行的业务 它的正确产品 有期权期货 还有SW APS 还有各种各样的EXO TICS等等 很多英文我是都不会念 所以我的词汇已经是无法支持 这些爆棚的产品线 反正只要你想得出 一定有一款收益曲线和你心意的 怎么得到这个曲线呢 怎么搞定交易对讲呢 没问题 交易不会把你一手包办 分险和难度算进你的账单里面 对你来讲 你很简单 投钱就好了 给钱就行 资本市场很简单 什么是资本市场的 资本不就是钱的市场 来 把钱交给交易部门 我们替你打理 所以交易部是二级市场的什么呢 中枢 确保金融市场的高效和有趣 银行的高级部门 交易部通过 当然没有赌约咯 他通过的是合约协议 其实也是一种下注 但是不是资产的那种 对不对 他就是在市场一起嗨的时候 帮大家嗨得更流畅一点 在牛市的时候帮你钱变得更大一点 在熊市的时候让你少亏点 从而兼顾了你的钱袋子 也兼顾了我们交易部门 或者说投行的地位和生意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确实很多投行的交易部 就一个交易部门 就是一座摩天大楼 而内部的交易员 就是每层楼的固定窗边 每天看风景和插窗户的那个人 风景确实是不错 但是同一个地方的风景 看着也会腻了 其实都没空看窗户 不要看电脑旁边 看K线 K线实实变化 所以呢 交易部经历了几百年 所以我刚才说交易部 也许你的概念是一个部门 对不对 现在敢转换观念是一栋大楼 交易部经历百年 磨砺出了一套细分的规则 每一个交易员 在具体改问位置上暗部就班 每个组在具体业务上 也是暗部就班 经到精炼自己的业务 打磨好你的护城河 但是你不要跟你的隔壁组 和同事抢饭碗就好了 每个组都会有一套自己的玩法 大家是精打细算 扬长臂短 那我以前跟同事关系也比较好 也都会相互交流 但是不能影响到客户 总之要算好我们这个部门 这个组的收益 总是要算好 对标好别的标的 那么组与组之间的新合作 新业务总是要调试很久 例如比如说我们未来会有 是什么SOLS Solana的ETF 那么这个是完全是新业务 要找什么呢 懂Solana的人 对不对 要找懂ETF的人 把这几组的人合起来 还要找出新领导 还要协调 那么这接下来的 事情业务量就变得非常大 要先赚到常规业务的钱 对不对 于是要摸清自己的业务 渗透到各业务中 要以年纪以日纪 所以升到管理层 总要十几年的经验和积累 玩懂规则 然后才能找破突破点 所以金融是既快又慢 也许你买对一个投资标的 一页就暴富了 对不对 但是你也很可能一页就归零 所以现在的金融产品 可以说是琳琳满目 而且不停的创新 像ETF 特别是新区块链 新区块链 我们这个币圈 很多的创新 真的很惊艳到我 但是币圈的产品 往往是没有扎实的框架 和饱满的分析的 但是你看市场的体量 已经非常的大了 对不对 币圈的 所以在投行 交易员都会受到 大量的市场分析的邮件 光是各个小国 你看国家 国家有几百个 对不对 几百个国家汇率 都能挖出很多的花样 点开这些链接 几乎每天有几十页的分析 你是不是知道吗 几十页哦 会看得出很多人 也都花了很大量的能力时间去写 对不对 更不要说币圈 币种 这些比特币哦 所以在币圈做一个频道 如果你肯更新的话 每天都可以更新 因为你的币种如此之多 哪怕我就讲一个狗狗币 如果肯讲 每天都讲不完 因为它实时的 海面都有变化 前段时间不是一条直线吗 我都在群里同学跟大家说过 在视频也跟大家说过 很可能会变盘 要逢高走空对不对 一旦突破三角去 不是大涨就大跌 好了 它就大跌 对不对 所以在大家没有市场情绪的时候 它很可能会出现变盘 瞬息就万变了 你觉得很无聊 无聊往往是什么得可 我在群里也说过 曾经在群里跟同学聊天 我说有经验的交易员 这时候看到这根直线 会开始胆战心情 不会觉得无聊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快会开始会变盘了 具体是跌了大跌还是大涨了 那只有通过每个交易员的分析工具去分析 对不对 牛市熊市 哪怕在熊市当中 特别是在币钱当中 你熊市也可能一根真爆涨 在牛市当中 往往会有一根真爆多单 为什么呢 上期的视频我也说过 分析过 为什么呢 400多亿的未平仓的多单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 再看到那根直线结合起来 所以就很可能下跌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就跟同学们 一定 那时候大家都 很多人不觉得会跌到0.14 我都说同学们 一定要设好0.14的仓位 是吧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设呢 因为头发很多样 我们交易员都是这样玩的 一定不要太相信自己 一定要敬畏市场 不要觉得它不会跌 也不要觉得它不可能跌破到 这个心理价位 设好仓位是非常基本的教育操作 那么具体到每个投资者要怎么投资 我为什么不经常给 几乎是没有给个人投资者建议呢 或者群里同学做个人投资的建议 昨天有稍微讲一下 发现完全他的理解的范围 和完全不同 所以这时期还有刚才说过了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你想操作的 想赚的钱不一样 有些人想做长鞋 有些人想做短鞋 对不对 那是没办法 给个人做制定投资计划的 很贵的 对不对 因为你去投行 或者是委托别人交易 做基金 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除非你愿意把钱 从军部扔给我 那我不成了骗子吗 去跟你一爸说 你把钱扔给我 我给你操作 我也不是投行 是不是 所以就避免这些麻烦 我尽量不给个人同学 或者投资的做任何建议 就像教室一个班级 可能能教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学生 也许我只是普通的师范毕业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还是特有悟性 他有可能考上北大清华 但是这个班级也有可能 只能念到初中高中考不上 对不对 都有可能的 那我该做的就是把知识 或者说我的对 比如说上课授课 老师不就上课授课 课后批开作业 帮你分析题目 对不对 帮你一起做提出考卷 对不对 进入市场的变化 就考卷 也会分析这个 对不对 每天的旁边 慢慢的 肯定是有人 在日积的和月累当中 形成自己的交易体系 清出而渝难而胜于难 那么就是 我们这个平台有存在的意义了 说到底金融呢就是把世界规律 顿成一锅粥 一勺下去可能夹生 但是呢也有可能有暴雨和海胆 我这个炒锅 或者我这个口顿罐里面 高速的 炒锅粥里面的琳琅满目的海产品 上诊和海味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时代上 烂尖上跳舞的那个人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很想进我的电宝群 目前我们电宝群的朋友还不多 反正到越到后期的门槛越来越高 那目前进群的条件很简单 论真听哦 订阅我 评论区留言给我 告诉我你已经订阅了 我会发链接给你 你就可以录去了 拜拜下课 做这么长的事情不容易 我的下巴累脱旧了 没有你的订阅 就没有我的持续更新 我要忠心的问一句 您订阅我了吗 还没有 那赶紧按一下章鱼老王子频道的订阅按钮 订阅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啊 点赞按一按 视频没白看啊 谢谢大家